大家好,我是妈儿 今天带来的电影是诺亚方舟,创世之旅 天地之初宇宙进阶混沌 唯有黑暗永恒 主的呼吸轻轻拂过这片虚无 说要有光,于是世间有了光 上帝定光为昼,定暗为夜 自此昼夜交替轮转不休 此为创世第一天 第二天上帝挥手,天上又布满星辰 于是日夜星辰镶嵌在天幕之上 跟随昼夜轮轮,各司其职 其中并包括我们赖以生存的星球 第三天上帝说水因聚集在一起 使汉地显露 于是水流会聚为海洋 土地显露为大陆 第四天上帝又说 陆地上要生出草木和各种蔬菜 于是植物开始生长 大地之上一片生机昂然 第五天上帝说海洋中诞生鱼类 天空中溢于鸟雀 于是鱼翔前底应激传空 生命自此开始繁衍 第六天海洋生物跋上陆地 开始出现各种动物 上帝以自己的形象为参考 创造出人类 让人成为万物之灵 但是本该在伊甸园中 无忧无虑的亚当和夏娃 却被一条邪恶的蛇所引诱 吃下了禁果 然后被驱逐出伊甸园 并生下了三个儿子 该隐、亚伯和赛特 其中该隐杀死了亚伯 并逃到了东部 在一群堕落天使的帮助下 建立起了工业文明 邪恶的力量开始席卷整个世界 而唯一能和他们抗衡的 只有赛特的最后一只血脉 转眼之间代代更迭 赛特后人亚诺 从父亲手中 几顾神圣的职责 但是该隐后人找到了他们 并杀死了诺亚的父亲 诺亚长大成人后 有了家庭 并生下了三个儿子 这天他做了一个怪猛 梦中洪水滔天 浮世无数 但是在绝望的破灭之后 却有生命的奇迹在演绎 他明白这是上帝 对他的警告或者说起事 于是他去寻找祖父 将解西蒙镜真正的寓意 在路上 他们救下一个重伤的女孩伊拉 但是却不小心落入了 石头人的包围中 原来这些石头人 全部都是坠落凡尘的天使 因为擅自下凡帮助人类 而被上帝重罚 让他们的身体 包裹在厚厚的岩石之中 之后他们帮助过的人类 开始变得自私残忍 还在不断猎杀石头人 这时诺亚的祖父站了出来 单人独静横扫千军 救下了他们 于是残存的石头人 便聚集在诺亚祖父隐居的山下 休养生息 见到祖父后 诺亚向他讲了自己的梦境 得知上帝不满人间污秽 想用洪水灭世重生 诺亚便是上帝选中的救世主 要救下无辜的动物们 祖父给了诺亚一颗种子 让它种在大地之上 种子种下后 开始地勇清泉 这便一瞬间 便长出了一片森林 于是诺亚决定建造一座方舟 容纳所有物种生存 因此夺过洪水灭世 而石头人也尊重上帝的旨意 帮助诺亚带嘴立功 转眼十年过去了 方舟也见得出去规模 很快末日的仙兆出现了 无数鸟类成双成对的率先入住 诺亚知道 上帝面试的日子即将到来 之后便是蛇鼠等爬行动物 最后是哺乳动物 所有动物先是一公一母 成对建筑 为世界的心声做准备 诺亚的二儿子 此时已经成长成一个情窦初开的少年郎 问父母 你们两个是一对 大哥和依拉是一对 那么我和三弟呢 我们的妻子在哪里呢 诺亚说安心等待 上帝会为我们带来所需要的一切 正在这时该隐后人 人类国王也得知了灭世的消息 于是带兵前来抢夺诺亚方舟 却被石头人下退 但是国王并没有死心 而是在周围不断地冰摸马 准备在洪水降临之时进行最后一战 诺亚为了给儿子们都找个对象 冒险进入人类营寨 发现这里简直已经成为了人间利誉 这一刻他终于明白上帝真正的旨意 人类已经成为万恶之源 上帝要毁灭人类 把世界留给动物们 于是落寞地回到风筹上 还训斥了老儿一顿 别老想着找媳妇 老儿知道上帝不管分配了 老爹也不管帮忙找了 只好自己动手风衣足食 跑到阳寨里自己找对象 还真让他意外找到一个美丽善良的罗娜女孩 纳尔 他用一点干粮便顺利脱胆 和纳尔私定中山 诺亚的妻子害怕孩子们只能孤独终老 所以找到祖父帮忙 并告诉他伊拉小时候受过伤 无法生云后代 所以希望祖父能帮三个孩子找个对象 祖父便出身对伊拉赐福 治好了他的成年旧籍 伊拉一激动 便和老大天雷勾动地火 一发不可收拾 这时太阳引去乌云盖地 上帝面世之日已至 国王开始调遣大军 向诺亚方舟进军 老儿也带着纳尔 跟随人游赶紧回到父亲身边 但是哪知 纳尔不小心触碰到了陷阱 诺亚为了儿子的安全 只能抛弃他 老儿看着无情的父亲心中屠生无数怨恨 此时石头人们已经组成了一条防线 阻挡国王大军的进攻 但是终究寡破敌众 石头人纷纷战死 不过信任的是 他们已经得到了上帝的原谅 灵魂重新化作天使 在死亡之时也是脱去无悔 回归天堂之日 最终在危机时刻 洪水袭来 风舟乘风破浪 开始在末日飘荡 但是诺亚没注意 国王悄悄潜入了风舟之内 老儿虽然发现了对方 但是因为怨恨父亲选择了隐瞒下来 诺亚对家人们讲述了上帝创世的故事 对他们说 现在我们便是最后的人类 当我们全部死亡后 世界便归多我们所有 可是这时 风舟上传来伊拉怀孕的消息 诺亚为了遵从上帝的旨意 决定杀死婴儿 她对家人说 如果伊拉生在的是男孩 并无法繁衍后代 就可以存活 如果伊拉生在的是女孩 可以生儿育女 并要被自己杀死 其实我也不太懂当时人类的繁衍方式 不过也有可能像是女儿国一样 女人只要喝水就能怀孕吧 很快便来到了伊拉临产的日子 老大拿着武器守在房间外 害怕诺亚冲出来杀死自己的孩子 劳儿则找到国王 决定联合他惩罚自己的父亲 诺亚在劳儿的诱骗下 进入船舱和国王站成一团 眼看诺亚不敌 即将被国王杀死 劳儿终究还是不忍心看着父亲死去 于是拿刀刺死了国王 另一边伊拉顺利生产一对双胞胎 但却都是女儿 诺亚持刀准备杀死他们 却还是没能忍心对自己的孙女下手 所以放下屠刀 并向上帝忏悔自己的无能和软弱 但就在这时 天晴了 然而也掉了一个鲜嫩的树枝 三嫩过去了新的陆地险路 世界迎来新生 诺亚最后获得了家人的原谅 并把管理万物的职责传承给了两个孙女 这一刻天空出现无数光滑 世界重开 原来也自此代代不绝 好了 今天的电影就分享到这里 我是一只不想长大的猫 我们下期再见哦